那时间有限的状况之下 就看三岛能不能达成协商 这一次如果能够达成协商的话 就能化解差过风暴 如果化解不了的话 我看立愿龙头的宝座真的是很难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韩国瑜最近非常忙 韩国瑜他非常忙 一方面他要接见外宾 就是在2月21号 他接见了日本交流协会的理事杂 片三合资 两个呢都是秃头 所以呢 他们那个时候都拿自己的头发开玩笑 那显示韩国瑜现在也要再处理外事 那第二个 盖达格 美国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 我就简称叫做 中国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盖拉德 他来台湾毕业典礼 今天他要拜会 韩国瑜 还有一个 今天又要政党协商 第二度政党协商 所以今天对韩国瑜来讲 他的事情很多 那我们看 二度政党协商 就是针对实案问题的报告 要不要加开院会 这个是第二次协商 第一次是因为黄国瑜不签字 受到了舆论的指责 他的压力很大 那今天第二次 第二次什么时候加开院会 今天会有讨论 可是今天已经到了礼拜四 那明天就是院会 那实案什么时候报告 那就要看今天下午的政党协商 就是三党还要协商 因为民进党也提出了 民众党也提出了 那希望就是协商 让陈建仁尽快做 所谓的实案专题 专案报告 那我们看韩国瑜是第二次 第一次呢 是因为黄国昌的矫停 让韩国瑜受了内伤 那如果第二次 再跟第一次一样的话 过去是茶壶风暴 现在就变成政治地震 为什么讲政治地震 如果相同的事情 你协商两次 大家还是各自己见 互不签字的话 那请问主席的威严是在哪边 领导威信你要如何维持 再加上2月22号 就是今天晚上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党团 要在康圆吃饭 柯文哲坐东 柯文哲坐东 那这个是晚上的事情 所以下午大概4点半的时候 2月22号下午4点半的时候 就是协商 食安问题的专案报告 韩国瑜会不会再向第一次翻车 不知道 因为下午他要谈 如果翻车的话 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讲非常的严重 就是说以后的政党协商 看样子只要有一方不签字的话 那就大家协商不了 协商不了 第一个你浪费时间 第二个你累计相骂的 那你第三个韩国瑜也无可奈何 就是说韩国瑜必须要做财势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三党你签字了以后 大家安全下庄 大家安全下庄把茶壶风暴顺利化解 那最坏的状况就是政治地震 因为一个问题如果还要协商三次的话 那你看看立院对抗的情势是有多么的严重 况且是针对留守内阁需要这样子 如果你跑过立院新闻 你就通通知道 大概第二次协商就是 就是青州已过万从山 不会再像第一次 因为第一次可能是各自要表达立场 可是第二次你还是坚持己见的话 那就是进覆二读 进覆二读的话就是 就是假急动员表决了 那假急动员一旦表决的话 那国民党要不要支持民众党 或者民众党要不要支持国民党 那又是另外一个政治问题的嘛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件事 就是说他茶壶风暴能不能化解 他涉及的四个方面 第一个三党的互动 三党互动如果耳后还是 以这种方式收场的话 以茶壶风暴方式收场的话 耳后的政党协商 你再开也没什么意义的嘛 就是各说各话表达立场嘛 好那第二个 对韩国瑜来讲 他当然是希望苦口婆心 希望大家能够遵守意识规则 但是呢 协商失败的话 协商失败的话 那请问党团对于 立院龙头有没有政治信心 我讲的是政治信心 不是信心啊 政治信心 这个是马上可以见真章的 再加上协商失败浪费时间 韩国瑜必然会成为众使之地 这个是第二个 那你第三个 就是说一个单一的议题 大家都毫无意义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附加的 就是说加胎院会 就是说加胎院会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议题 但是要不要包在里面 所以呢 他们讲嘛 他们现在啊 民进党就亏韩国瑜跟黄国昌说 他说以后呢 你政党协商是不是要看黄历 所谓黄历是指两个人啊 一个黄国昌 一个是黄珊珊 你是不是要看这两个人的日子 各位看一下 那这种话都说出口 这个对韩国瑜的领导威信 是有影响 不是没有影响 那第四个 一旦要进步到所谓进负二读 进负三读的时候 三读表决的时候 那一定是假机动员嘛 那假机动员 我已经讲过了 用无名日 每一个案子 每一个专案报告 你都用这种方式的话 那还得了 你的立法机构 必然会意识瘫痪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 不要小看他下午四点半 因为他还要接见外宾 然后又是晚上 国民党跟民众党又要聚餐 所以他时间很有限 那时间有限的状况之下 就看三党能不能达成协商 这一次如果能够达成协商的话 就能化解 常乎风暴 如果化解不了的话 我看立院龙头的宝座 真的是很难干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